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描述事件的相同的虚假版本 他们精心策划的谎言 是为了掩盖参与其中 这名女儿甚至继续向母亲发短信 试图隐瞒谋杀案 就表明她没有悔意 把庭海首次获知 万一庭在母亲死后曾分两次 交13.5万美元转账给父亲 2016年7月 一名云民在珀斯的天鹅河 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 尸体被装在行李箱中 之后确认其身份 是57岁的华谊女艺术家陈佩文 陈女士是班安平的第二任妻子 离婚后独自在珀斯生活 她有三个孩子 包括双胞胎女儿和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小女儿万一庭 陈女士被认为遭到了致死的脑部伤害 遭盾物重击25次 早前报道指出 在陈佩文死亡超过9周后 万一庭向警方报案 趁母亲失踪 警方随后展开了大量搜寻行动 万一庭曾于2016年6月30日 富珀斯拜访母亲 在其定居墨尔本读书前 一直与陈佩文合住 丹安平则定居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 但经常父母探亲 1996年至2012年间 丹安平还是南普斯一家注册公司的主管 警方指控丹安平和万一庭 在陈佩文的尸体被发现前的72小时内 在陈佩文位于墨世文公园的家中将她谋杀 但妇女亮今年出军否则了谋杀陈佩文的控罪 13日 丹安平在法庭上称 自己从新加坡到铺子后 发现女儿万一庭和陈佩文 因发生了争吵 而在陈佩文的家中将其杀死 万一庭则声称自己 几世母亲遇害的从犯 除了广州人 being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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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